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麼今天呢 要來玩綠色星芒 星芒綠杯呢 學長已經拍過兩個版本了 從第一個是星芒綠杯開箱 然後上次用藍色星芒為大家介紹了 大水的星芒綠杯沖煮法 很廣壽好評 那其實星芒綠杯有非常非常多 各家高手研發出來的沖煮法啦 那學長今天要介紹的是 覺得特別有趣的 因為這個手法確實是比較少見的 那就為了慶祝綠色星芒這麼可愛 我們就來特別把這個手法拉出來 然後來做一集沖煮攻略 那這個手法叫什麼呢 其實有一點點好笑 有一點中二 叫做蕩劍式 就獨孤九劍蕩劍式啦 其實獨孤九劍裡面是沒有蕩劍式這一招了 學長是無瑕笑說迷睡很清楚 但是今天只會當就是擺盪的當 就是要使用擺盪的方式 然後去做一個很特殊的手法 確實是比較少見 這個手法是來自於星芒綠杯的研發人 就是卡糖以及 Cafe Pro 這家咖啡店的一起合作影片 那我今天就借他們的手法 順便跟大家講解一下他的 概念是什麼 OK 好那我們今天一樣先準備20克的豆 這個手法有趣的地方在於是待會兒悶蒸完的時候呢 我們不等待 是用搖晃綠杯的方式呢 讓粉塵呈現一個不一樣的解構 所以非常的有趣 好我們先來研磨 豆子磨得比平常細一點點 也不要太細 我平常大概是5到5.5 今天磨4.5細一點點 風味上面會比較飽滿 OK好磨好了 栗子呢用一人份兩人份都可以 水溫呢大概高一點點 我們使用92度的水溫 這個水溫也是跟 卡糖借的 他們 那我們今天就 複製他們原本的參數 就不調整了 學長平常是90度啦 90到92度我想應該都可以 好 稍微拍平 OK 好那第一段給水呢 給80cc 好 那我的粉塵都吃飽水了 然後 一給完水以後呢 我就要把它 預備拿起來 搖晃 讓我的粉塵呢 原本成一個 悶蒸的時候的這種膨脹 殉狀的狀態嘛對不對 變成平的 所以你搖盪的力道呢 稍微有點力道 不要輕輕晃 要讓它搖到的時候 粉塵的結構變不一樣 就成功了 所以第一段我們給80cc 然後呢 這段不太算是悶蒸 有點不太一樣 OK 好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 水要給大一點喔 快一點 好 中間給 好 往外繞 好 給80cc的水 好 水不要太小喔 動作快 好 80cc 然後把你的濾杯拿起來 搖晃一下 搖個5到8下 又有點力道喔 OK 好 可以看到 原本是從膨脹狀況變成平的對不對 粉塵變成平的 然後讓水流掉一點點 快要乾的時候呢 總 給180cc 從中間開始給 還有一點點 快要乾了 好 給180 中間給下去 好 中間慢慢的可以看到 中間的這塊顏色很不一樣對不對 然後有點膨脹起來 然後呢 差不多膨脹到極限的時候呢 就往外繞 可以180cc的水 好 然後把全部的 粉都吃到水 給180呢 就會到 260左右 可以內外交換一下 然後呢 剛剛好會在 一人份濾紙的 極限值 OK 然後讓它全部流完 感覺起來 很大量的水泡在裡面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 我們整體時間 現在才1分17秒 我沒有經過悶蒸嘛 對不對 所以整體時間是 還是在控制範圍之內 大概是2分 出頭左右 那這個手法呢 我也跟各位講 它其實有一點點像是 攪拌法的 變化型 但它又不像攪拌法那麼的 暴力 因為攪拌法直接來攪拌棒 在裡面一直狂撈嘛 對不對 想辦法把那個 咖啡粉的 風味全部都擠出來 那這個手法呢 它就介於 一般的悶蒸跟 攪拌手法之間 它用搖晃的方式 讓 粉塵的結構 變得不一樣 然後藉此來達到 增加萃取的一種方式 所以這個 有沒有道理呢 學長覺得 其實蠻有道理的 那使用起來 也不會太困難 那卻在風味上面的 圓潤度 還不錯 是蠻好的 OK 所以呢 如果大家覺得 西芒綠杯 想換換花招的話 可以用這招 2分05秒左右 就完成了 還是比較偏稀一點點的 所以流速算是蠻好的 沒有 以沒有 悶蒸的 狀況來說 算是蠻好的 流速 OK 好我們來試試看 喝起來如何 然後粉蠻有趣的 會呈現出這種狀態 就是它會 很均勻的 散步在 整個 濾杯的四周 當然底下 還是有 很多的粉 但邊邊會 爬一 爬滿 一圈的粉 就是一般來說這種手法都會有這種狀況 好 好我們來試喝一下 風味其實 蠻好的 整體呢層次感是比較簡單 因為它 前面搖晃過以後呢 一次給大家的水 層次不會很複雜 但是呢原潤度呢跟果酸都有出來 所以這個手法 我覺得簡單又蠻有意思的 尤其對於如果你 悶蒸的技巧比較不好的人來說 乾脆用這個手法 說不定呢 你還可以 更好喝 因為如果你悶蒸做不好 不如用 一些其他的方法去取代你的悶蒸 說不定 會讓你的風味更精彩喔 OK 好我們今天 西芒綠杯的這個手法叫做 盪見四 還是覺得蠻有趣的 蠻好笑的 OK 那今天就示範到這邊 如果各位有西芒綠杯的話呢 可以來試試看喔 好 那今天的咖啡聰子公約 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